大家好, 今天我教大家煮这个菜是微菜炒鲜柚 我们来看看材料 鲜柚两只, 大概十两重 还有四两的咸酸菜 姜一块, 待会切片的 葱两条, 切短 调味料方面有生抽, 蚝油, 各一汤匙, 糖一茶匙 待会炒的时候, 还要蘸一茶匙的酒 材料就是这么多 姜切片 葱切短 咸酸菜 咸鲜菜, 冲洗一下 咸鲜菜, 在那些, 卖豆腐 那些地方, 就有得买的了 它有很多种的, 有些会咸一点 我这一只, 它就比较酸甜度, 很适合的 它就说, 可以不用浸 咸鲜的了 就可以立即, 可以用的了 好了, 把它切丝 咸一咸干水 白锅炒一炒 白锅不用放油 烘几分钟 让它干水 就会更好吃 好了, 现在炒了几分钟 我们可以盛起它 放在一边备用 处理完其他材料之后 那里我们来处理这个鱿鱼 买买回来时你只需要少处理 聚用 一会点 又lie 先把鱼SD 就在鱼上 développement 把汁拌出来,把汁拌干净 然后在尾部撕出浸汁 把汁拌出来,一拉,整股汁拌出来 还有一对液,拌出来 有些汁,撕不到就有得它 不用撕到那么干净 因为那些汁都可以吃 还有这些汁,里面有只鱼眼 切开它,切开它 剁掉它的眼睛 就不要了 那些汁就不用撕了 少许就有得它 还有这个呢,这个鱼嘴 有些人就吃的,有些人就不要的 不过我见它很新鲜 要回来,少许的 这些硬的豆粉就不要了 这些这么大块,可以切开 这些酥,酥和酥之间可以切一切 好了,这个新鲜 我们要来切一切花 因为厚身的 如果有些薄身的那些 就不用切花了 那我们呢,斜地刀这样切它 不要切断它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好了,这样之后呢,跟着呢 就这边了 那它切了花之后呢,一来又可以更漂亮 而且呢 它厚身呢 都可以帮助它 快点熟的 好了,那我们 割完花之后呢 就把它呢,切开一半先啦 接着就把它切小块 对了 对了 这样呢 即是随意切啦 总之这块块差不多大 对了,这样呢 切在这块 对了 切在这块 对了 那待会我们呢 切好之后呢 我们呢 要把它呢 飞水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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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那 那 这个 那 那 那 鱼肉会很快炒熟 和爽口弹牙 所有材料都处理好了 可以炒微菜鲜油 烧红锅 放2汤匙油 炒香 姜和葱白 放入鱼肉 用大火 炒一会儿 炒1茶匙酒 炒1-2分钟 先准备了调味的芡汁 1汤匙生抽 1汤匙蠔油 1茶匙糖 3汤匙水 1.5茶匙粟粉 炒到少了 1・2茶匙 煮 tart 醬汁差不多收到不太多 最后加入葱段 放葱后盛上碟 煮好了 一个好惹味的家常菜 大家不妨试试